我們要持續的維持這個議長裡面 三五百名的群眾 我們持續守在這個議長裡面 2014年 太陽花旋運領袖林飛凡 率領各大院校學生反服貌 霸佔異場 九年後 林飛凡可能用立委身分 重返立院嗎 因為他將投入2024立委選戰 那我決定 接下來民進黨 副秘書長一職 2019年 林飛凡加入民進黨 接任副秘書長 領袖魅力 國際觀 因此成為綠營的一大活旗 鎖定由他接棒吳一農 挑戰國民黨被松山中山立委王洪威 林飛凡的人選事實上 我們一直都有聽到 對我來講 其實基本上 我就是都不會掉以輕心 我的這個戰略跟努力都是一樣的 林飛凡不只是在太陽花時代 展現他的領導能力 對兩岸主權 然後還有就是現場的組織 說服力溝通 我想大家都已經清楚的看到 想抗太陽花大將翻轉選情 過去賴品瑜就是成功樣板 加上民進黨之前 大膽徵召太陽花時期的 吳征出征中和 以及曾博渝挑戰新店 儘管在網路溫度器顯示出 兩人聲量遠遠落後 出征永和的李正浩 但好感度卻遙遙領先 賴清德的這個年輕選民 其實支持度是偏低的 所以他大概是想要 挽救他的年輕選票 任何的政黨都必須要在乎 年輕人的聲音 他們這些優秀的太陽花時代 不只在關鍵那一戰 是因為他們的堅持 讓整個台灣社會醒過來 2014太陽花們開始萌芽 十年磨一劍 2024選戰將正式遍地開花 今集的謝神林育成 採訪報導